地內國小同學化身為小小導覽員 為社區民眾解說水下文化資產 一般來講所謂海洋生物大家都知道 但是水下文化資產是什麼呢 就不是每個人都了解 因此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特地和暖暖定祥禮合作 在市議員聯恩典和暖暖區公所 全力支持下 特地在定祥禮民活動中心 舉辦水下文化資產微型展活動 是想要打破以往民眾到海隔館裡面 看展的這個過程 我們希望主動的把這些展示內容 好的內容引進到社區 而且我們培養我們的小小導覽 就是定例國家的學生 讓他們可以來當接說員 那這樣的話呢 他們不但可以培養他們的自信心 可以表演他們的表達能力 身為我們基隆在海洋城市的一筆 我像這種東西不能你知道 特別透過小朋友來這樣子來教導我們 把這個訊息傳達給我們 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連結 所謂的水下資產真的是很陌生 所以當博師跟李老師來說 要不要在社區裡面辦這個迴行展 哎呀怎麼可以不要當然 那海隔館其實那邊很漂亮 然後現在也有一些不錯的餐廳在那邊進駐 然後不是只是說博物館 就是跟我們有什麼米仔有什麼學問而已 博物館的程度上面 也是可以帶小朋友 可以帶家人 過去輕輕鬆鬆走一走的地方 舉凡水面下的結構物建築物 器物 人類遺骸 船舶航空器 和其他載具 具有史前意義的物品 以及周遭的考古脈絡和自然脈絡 都是水下文化資產 因此为了让社区民众更了解 特地培训地内国小学生 成为小小导览员 现场为民众解说 让以往在海科馆的科学学术性的展出 也能够走进社区更平民化 我们小朋友自己亲自来培训 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海洋国家 海洋城市的一些文化资产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项活动也是海科馆展览 走进全市社区的第一场 是创举也是示范 未来希望结合其他国小和社区 持续办理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